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 刚才您看到的这段视频呢 发生在太原市的一家名叫上润医疗的美容门诊部里 视频里的这位女士她姓李 而和李女士争吵的是这家医疗美容机构的负责人 那么李女士坚持要看的东西是什么呢 对于李女士的要求 这家美容院的负责人啊 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反应呢 这个事啊 还得从李女士的一个求助说起 今年33岁的李女士是个全职太太 爱美的她平时喜欢光顾一些美容院或者医疗整形医院 这天她偶然间了解到 太原市上润医疗美容门诊部有皮肤美白的优惠活动后就去了 她的名字叫冰激修炎 我就问她那冰激修炎是什么东西啊 她就说血清蛋白 就抽你自身的血 然后过滤什么血清蛋白 然后再注射到你的脸上 她说这个没有任何危险 你就想是你自己的东西 她只是你补充你的胶原蛋白 给你过滤出来这样补充 就跟我说一大堆 我说那一次多少钱呀 她说一次6800 最后经过讨价还价 医疗美容院同意以3800元的价格给李女士做一次这个冰激修炎项目 然而回到家后的第二天 李女士就感觉到脸部出现了不适 出现这个情况之后 李女士赶紧找到了美容院 然而得到的答复 却让李女士大被恼火 我当时问她 你跟我注射的是什么东西 她就说是机密他们的配方 我说我看一下你们的一切 她说不能看 这个不能看 蔡元上润医疗美容门诊部工作人员的这般态度 顿时让李女士的心里可就没底了 美容院到底往自己脸上注射了什么呀 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呢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遮遮掩掩呢 联想到网上一些整形失败的案例 这李女士更着急了呀 无奈之下她给我们栏目打了电话求助 那么这家美容院到底给李女士脸上注射了什么东西 这家美容院有这样的资质吗 随后记者和李女士一起来到了 蔡元上润医疗美容门诊部 这家医美整形机构的负责人说 李女士脸上的不适症状属于正常反应 过短时间就能恢复 但至于当时给李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 她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按照规定 整形机构的用药 手术过程等这些医疗行为是需要有记录的 这些信息是可以查出来的 但为什么李女士问了几次都没有结果呢 李女士说 她之前来过几次 每次得到的答复和这回一样 左一个没权限 右一个不知道 这才让她心里有了更多的疑虑 按理说 李女士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那这家整形机构的工作人员 为什么要这样遮遮掩掩呢 难不成这里面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让人没想到的是 太原上任医疗美容门诊部 之后的做法那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职业许可证提供不了 竟用营业执照来冒充 声称医生请了假 提供的职业医师资格证 为何还要打马 我要让她关门 我让她不开 最终你也一分钱拿不到 是什么让她情绪激动 这家美容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我不动啊 你这样咋地咋地去 还不可以吗 这么多给她 气死我了 注射到脸上的机密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久坐久站用腰不当 容易引发腰疼腿疼腰细酸痛 陈里记疏筋健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腿疼腰细酸痛 强筋骨趋疼痛 疏筋健腰丸 对证 60岁以上人群 如果符合疫苗接种要求 请尽快接种 全程接种 接种加强针 提高免疫力 对抗新冠病毒 人生啊 就像一场变脸 喜 不 轮番上演 可这一大腰椎肩盘 出了问题 痛啊 请用输筋健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细酸痛 对证 输筋健腰丸 望周白云山 陈礼记 血液粘稠 就怕肚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血 清血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肚了心和脑 清血八味片 三百年清血股方 砖药清烘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烘血清 心脑好 砖药清烘血 梦奇清血八味片 黄鹤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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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病 得治 怎么治 抹药 抹药治疗 黄鹤斑开始 斑力净牌 升级软膏 以医学为依据 治疗黄鹤斑 改善面色少滑 是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专利药品 斑力净牌 升级软膏 抹药治疗 黄鹤斑 抹药 好得快一些 斑力净牌升级软膏 黄鹤斑 你开始抹药了吗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血 清血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血八味片 三百年清血股方 专要清红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红血清 心脑好 专要清红血 梦奇清血八味片 山西社会与法治节目中心 联合福采瓜瓜乐 千人同瓜活动 招募开始了 线上报名 线下瓜奖 二百万整奖组开售 六种奖集瓜不停 首期线上招募时间是 5月9号到5月20号 线下瓜奖的时间 是在5月21号 报名详情 请关注 热线8300110 微信公众号 刮着彩票 有山西 天福天才 天惊喜 名额有限 赶紧报名吧 福采瓜花乐 千人同瓜活动 招募开始了 全省联动 线上报名 线下瓜奖 两百万整组开售 仅两千个名额 投奖50万元 报名及详情 请关注 热线8300110 赶紧报名吧 李女士 在太原上润 医疗美容门证部 做了一个 叫兵机修炎的项目后 脸上出现了不适 事后 李女士 也去其他整形机构 咨询过 我后续了解了了解 然后也问了 很多整形机构 他们说应该是 推测 是打的肉毒素 因为只有肉毒素 是这种 能出现这种效果 而且是打过量 李女士所说的 这个肉毒素 又称为肉毒杆菌毒素 具有很强的神经毒性 微量注射进皮肤当中 可以使肌纤维不能收缩 致使肌肉松弛 以达到除皱美容的目的 但是注射肉毒素 那可是有严格要求的 需要由有资质 并且经验丰富的医生来操作 否则一旦不慎 则可能会造成 眉毛下垂 眼带翻出 面部僵硬 等等 严重者还会出现发烧 乏力 呼吸困难等症状 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那么李女士的这个症状 会不会像她所猜测的那样 就是因为过量注射肉毒素 或者操作不当所引起的呢 可是之前工作人员不是和她说 注射的是血清蛋白吗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20条 职业医师实施治疗前 必须向就医者本人 或亲属书面告知 治疗的适应症 禁忌症 医疗风险和注意事项等 并取得就医者本人 或监护人的签字同意 太原上润医疗美容门诊部 是否执行了该项规定呢 打针破皮注射药物了 那属于医疗行李 你听我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事务 如果他说没有钱的话 我相信那肯定是漏了 漏了这一步了 手术之前要签 手术知情同意书 这应该算是常识了 手术知情同意书 既是医方履行对患者的义务 也是保证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同时呢 也是对医疗工作者 认真履行职责的监督和保护 然而呀 这么重要的一个环节 太原上润医疗美容门诊部的 这位负责人呢 却轻描淡写的说 哎呀 可能是漏了 那么这家医疗整形机构 到底有没有行医资格呢 要知道 未取得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 并经过登记机关 核准开展医疗美容诊疗项目的 是不得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 那你们这一个有那个什么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吗 有的 我们能够看一下 我跟你说 首先手续是齐全的 然后只是现在不能给你看 然后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 但是记者在网上查到 这家医疗美容机构 全名叫 山西上润医疗美容门诊部 有限公司 是2022年3月2号 才刚刚注册成立的 怎么会有年检一说呢 而紧接着 这位负责人又说 他们的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 网上是可以查到的 我看清一处 我给你查了 山西上润医疗美容门诊部 有限公司 这个人家是有证的 这是什么有证啊 你唬人了怎么还 你看一下这个 我看我就 这就是经营许可证 你唬谁了吗你在这 那你要啥 这是证明你家 尤其有这个医疗行为的 这么一个证 那你说这个里头 你家这个是经营许可证 这是营业执照 比如你家里有这个营业执照了 不要你不要唬我人嘛 那你干啥呢 这个怎么会是 这不是我负责的 要不问一下他 我们手续肯定是有的 哎呀 这不就是典型的 指路为马吗 营业执照和医疗机构 职业许可证 这是一回事吗 我相信呢 作为负责人 他不可能不知道 这二者的区别 而被识破之后 这位负责人呢 又赶紧在口 你说呀 自己呢 不负责这个事情 这个做法 会不会有点 小儿科了 这家医疗整形机构 到底是否具备资质 我们后续呢 还会进一步的去核实 不过现在啊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需要弄清楚 给李女士 注射药物的医生 她是否有资质呢 当李女士提出 见一见 为她注射的医生时 医疗整形机构的负责人 却说 这名医生 有事请假 没来上班 这位负责人提供的照片显示 这个职业医师资格证 比如说 我要让她关门 我让她不开 最终 你也一分钱拿不到 但是要交个朋友 还是要做敌人 你到现在 你的任 你就觉得 我们是过来挪钱来了 我是跟你好心 在分析这个事 这位负责人的意思很明白 出了问题 赔钱就是 可李女士 还是对注射进脸部的药物 有所担心 她坚持让对方提供资质 而这个要求 却让这位负责人 不淡定了 要说李女士的要求 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这家 太原上润医疗美容门诊部的 工作人员 从一开始的 遮遮掩掩 左右推脱 到后来 堂而皇之的糊弄 到最后 干脆发飙了 正常的行医资格 这家美容院 到底是有 还是没有呢 他们为什么 要这么遮遮掩掩的呢 另外 李女士的脸上 到底被注射的是什么 真的是所谓的 不能说的机密吗 李女士脸部出现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而关于这些问题 我们后续还会继续去调查 收取快递健康提示 一 公众在疫情防控期间 非必要不从境外和境内中高风险地区 游购商品 二 公众在取快递 包裹前 应提前联系快递员 错峰取件 避免人员聚集 尽量减少与快递员直接接触时间 在驿站取件时 尽量缩短停留时间 三 接收快递要做好消毒防护 公众在领取快递包裹时 应戴好口罩 尽量佩戴一次性手套 使用75%酒精或含氯消毒液 对快递内外包装进行消毒 拆件时 要尽量选择在户外进行 不要把快递外包装带回家 可在外面把快递拆开后 将快递的外包装按照垃圾分类妥善处理 四 拆完快递回家后 要进行全面消毒 放置一段时间后再使用 处理完快递后 要及时清洗双手 或使用手消毒液消毒 避免用不清洁的手 触碰口 鼻 眼 科学收取快递 住劳防护屏障